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陕西省米芝县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 这里气候干燥 降雨稀少 而就在这千沟万赫之中 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 它背靠居山 面朝绿水 不但是一座防御完备的古堡 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 这座在当时耗费巨资建成的城堡式窑洞庄园 有何独特之处呢 江市庄园 全国罕见的城堡式窑洞庄园 它以山势而建 气势雄伟 这是一座防御性能极佳的城堡 古若金汤 易受难攻 也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庄园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窑洞 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比石窑还要好 庄园以山势而建 窄墙 城门 院落 窑洞 错落有致 上下衔接 背靠大山 面向继续 前面是山寨环 包二水寒阳 防水上角色非常好的 建筑精美 雕梁画洞 一步一景 砖 木 石雕艺术 登峰造极 这根花床绝部有同学的同样组成 效尾展示它的那种实力 才与我 耗费巨资 精心营造 设计者倾注了毕生心血 这个水就可以顺着水路流走 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所以你看它这个房子到现在一百多年了 都没有参差变化 设计者如何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 建造出这座坚固耐用 生态宜居的城堡庄园 为解开江市庄园 充满传奇色彩的营造之力 地理中国设置组 跟随专家来到了庄园的所在地 陕西省米之县 米之县 位于陕西省北部 吴定河中游 距于林市区 约76千米 这里是黄土高原腹地 土丘绵延不绝 沟壑纵横 在深秋寒冷的北风中 显得十分萧瑟 很快 考察队来到了江市庄园脚下 一面巨大的砖石墙 处立在山坡之上 在墙外有一条陡峭的石板路 这是能进入庄园的唯一一条通道 高高的寨墙和陡峭的通道 让人明显感觉到庄园主人 有着很强的防卫意识 在庄园寨门的右上方 有一座瞭望塔 从这里居高临下 可以俯瞰整个庄园外围 任何人靠近庄园 都会被一览无余地观察到 在庄园的窄墙上 翻面的一道远落寨墙 整个庄园都被寨墙环绕 但是这道寨墙显得勇为特殊 它非常高大 高出宅院一倍以上 最为奇怪的是 寨墙的大门口并不是朝向外面 而是朝向庄园内 这道寨墙 刷藏墙 俩道吗 你出来的时候把这儿打开 就不接下来 这个有一根木工 一方还喊了嘛 窗子了 那么接着后这儿有一道 看起来吧 这儿又一块 又一道嘛 刷毛 你接着打开这个周园 你过来做不定所 你不管它 专家说 这里的寨墙 以及内外两层的双门设计 是一种既便于逃逆 又利于反攻的防御体系 背面都是高难嘛 上不来人嘛 当然你又放弊了 你家又下不来 你能玩来吗 为了保护家族财富和人身安全 主人还设计了一条逃生的密道 密道以窑洞作为掩饰 东内湾区多处射障 直通后山 后山有一座被称为炮台的 瞭望塔 能居高临下 俯瞰整个庄园 届时 江家人守住这里 就可以控扼反攻 收复远落 这是一种防卫 退却 反攻 收复 环环相扣的防卫体系 但是 局促的空间 松软的黄土 严寒的气候 如何使城堡 成为舒适宜居的庄园呢 为此 庄园的设计者 大动了一番心思 郑文 为依照山坡走势 上下高低分布的三进式院楼 既相互独立又互为一寸 除了上下错落 三进院楼的朝向也各不相同 这种布局使得庄园整体更为紧凑 而各进院落都能获得充足的营造空间和光照 在干旱少雨 水源齐缺的黄土高原上 修建宅院必须要解决的 就是引用水源的问题 如何才能既安全又便捷的取水 用水呢 在江市庄园内 考察队看到了这样一口水井 这口水井所处的位置 是在庄园最下方的一角 位置偏僻 取水用水都不太便利 那么 为什么要把水井 打在这里 专家分析 在庄园没有建造之前 这里应该是一处由地下泉水出路的地方 水流源源不断 从而被江家人选中作为引用水源 水是非常改天 爽口 水量好大 随后 整个庄园的营建 就开始围绕这片水源展开 江家人先是在此建造了一口 深达三十多米的水井 水井全部用石头砌成 为保护水井 于是修建器这座像碉堡一样的井窑 井窑高达数十米 是整个江市庄园内 规模最恢弘的单体建筑 之后 围绕井窑 窄墙 逐步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园物局 如此一来 水井就被完美地纳入到了整个庄园之中 自此之后 江家人不用出庄园 就能享用源源不断的甘田泉水 江家人口多 用水量很大 而水井所处位置又比较偏僻 如何才能把水更迅速地运往庄园各处呢 在头月子有水量大 你看顶铺又有这么大一个阀口 看到了没有 顶铺同样装有这么一个手摇的路路 过上院的又让顶铺同掉下来 从这里取水 再掉下去 过上院和庄园的上院的 要适用小达于我们现在的二级提水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二级提水装置 是因为江市庄园并不是建造在一块平地上 而是随山市逐级上升分布 可见 即便像江市家族一样 也只能在黄土沟壑纵横的局促空间中 巧思设计 庄园内的住宅样式是山北最常见的窑洞 直到今天 江市庄园里都还有人居住 在庄园的上院 考察队遇到了江市家族的后人 在他的邀请下 考察队来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内 从庄园修建完成至今 江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过去了 窑洞还完好的保持了原来的样貌 这间窑洞好多 对 被窑洞好多 在夏天热得到我睡不了 但是我们家里 今天还要常给厚鼻子 还是那个是聊聊聊的家里特别厉害 就是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 在窑洞里还得给被子 不给被子高 那个是老都睡不着 此时正值深秋季节 窑洞内外的温差会有多大呢 考察队决定现场勘测一下 陕北就是目前早晨它的温度比较低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 进行对比一下 我们先放到这儿过一会儿再看看 十分钟之后 温度计上的树脂稳定了下来 这个温度大概已经稳定下来了 差不多就是四到五度 现在就是 就是四五度的样子 早上山北的地区还是很冷的 对 这两天的湿度你看它百分之三十 这个我们再看看十六度 室内温度 室内温度二十度 二十度 湿度是百分之四十六 四十六 现在这个温度是总好人 最适宜的温度 据江湿后人讲 它们的温度里从来没有安装过空调 却一直冬暖夏凉 这就是粗层花 外面的花 花多得有了十六 那怕多了 多几下 花外面如此多了 就可以发现这个都多不止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黄土温洞 土温它的冬暖夏凉的这个效果 比石温还要好 那么是什么条件 造就了窑洞里冬暖夏凉的现象 主要是太阳的入射角 夏天太阳的垂直照射下来 你在这个屋里面 太阳可能就能照在这个位置 但是冬天的话 这样斜射进来 可能太阳能照到这个位置 那你的温度肯定就高嘛 就冬暖夏凉也有这个因素在 然而冬季太阳入射 多余夏季的因素 其实适用于大多数房屋 为什么只有窑洞里 才有明显的冬暖夏凉现象呢 就是一方面这个窑洞 主要上面有附土 土的这个传热系数比较小 所以保温的作用要好一些 冬天的话 它保温 夏天的话 它吸收热量 江市后人告诉考察队 庄园内还有一座巨大的窑洞 是维持庄园运转的重要设施之一 于是考察队来到了 位于庄园东面的一口窑洞内 只见这里高约五六米 有两排格子间 用整块大石板拼装而成 那么这座目测有二百多平方米的窑洞 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来这是一座用来储存粮食的仓窑 在江市庄园内 这么大规模的苍窑一共有两座 当年苍窑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经年累月都吃不完 非常容易潮湿没烂 那么江家人是如何防止粮食潮湿的呢 利用自然的力量 庄园设计着让黄土高原上干燥的风穿过通风口 带走苍窑内的湿气以保持苍内干燥 防止粮食潮湿腐烂 这些专门设计的通风口 虽然解决了粮食潮湿的问题 但是另一个麻烦也随之而来 这些不大不小的孔洞 似乎为老鼠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了防止老鼠偷粮食 主人在建造庄园之初 想出来一个最自然环保的办法 中原内每一孔窑洞的门口处都设计了猫眼 这是给猫自由进出窑洞设计的通道 作为老鼠的天敌 猫和江家人一起生活在庄园 守护着江市庄园里最重要的财富 粮食 窑洞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 它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 既生态环保又冬暖夏凉 而江市庄园巧妙地将陕北黄土高原 传统的窑洞结构与京城 尽中的四合院模式融为一体 逐步形成以窑洞四合院为主体的建筑群体 然而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庄园 却有着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整座庄园坐落在陡峭的黄土高坡上 而黄土浴水则很容易塌陷 会给建在黄土上的窑洞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么江市庄园又将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考察队来到江市庄园 摘墙外的黄土坡上 黄土主要的特点就是湿泻型 本身干燥的时候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雨水之后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崩溅了 或者是泥化了 你看这个土地再用石头搓不动对吧 你看咱们给它倒点水 你看它这个水立马就渗进去了对吧 然后你看你看咱们用手指轻轻一搓 它就这个水分它只剩下去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倒点水 继续往上倒水 原本坚硬的土块 很快就变成了松软的烂泥 试验证明了黄土怕水的特性 也解释了黄土高原千沟万赫的原因 每年夏秋季节 山北地区降雨量很大 而且非常集中 在七到九月份经常形成红烙 从山顶汇集而来的流水 对坐落在山坡中下层的江市庄园 产生了很大威胁 即也造成底基的垮塌 于是聪慧的江家人 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因为我们整个黄土高原 它的坡度都比较大 水整个下来以后 它是没有地方存的 都会顺着这个坡流下来 你修这样一个排水沟的话 它就会顺着这个沟流下来 不至于说漫长的地质年代里 它朝四处流 然后让这个黄土的地贸发生改变 这条江家人有意设计的排水沟 让水流可以按照主人设想的通道 流到山下 减少了对黄土地区的冲刷 在围绕庄园的窄墙顶部 庄园主人还设计了一条 贯通的排水沟 这一条水沟阻断了上方山坡上的来水 如此一来 从四处山坡上奔流下来的水 直接流入围绕着院墙的排水沟里 避免了整个庄园受到污水的袭击 山上来水虽然被阻断了 但那些自然降落到院路中的雨水 同样威胁着庄园的安全 那么如何才能让院路中的雨水 更快速地流走呢 庄园主人巧妙利用 山坡院落的高地落差 设计出了雨水下行的通道 里边他现在走这个路 既是绕小的道路 对不对 绕可以走 但是也是自然 哈利举自然水路 走在那儿跑哈利来 这一条连接庄园 山坡院落的通道 既能行人也能走水 道路从上远一直贯通到山脚下 全部用石块铺成 用石头树插片 然后隔一段时间 有一个高出来的这样一个棱 这个台是防止我们的水流 速度快冲刷这个路面 所以减缓这个水流的速度 让这个速度比较平缓地 这样流下去 而那些最容易产生 存水渗水的平整地面 庄园主人也做了精心设计 院落的庭院部分 被整整齐齐地铺上了巨大的石板 这些石板大的有一米建方 排布严丝合缝 非常美观 我们各江户专业我看好 基本上全能用石头给覆盖起来 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减少顺水 再还就是美观嘛 这个水呢就可以顺着你的水路流走 减少了对这个黄土地面的冲刷 所以你看它这个房子到现在一百多年了 没有和它变化 其实跟当年做的这些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石料的大规模使用 和巧妙设计的排水沟渠 确保了僵石庄园的稳固 但也让考察队员感到有些疑惑 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黄土的高原上 这么大数量的石头 是从何而来呢 未解开僵式庄园 石头用料来源之谜 考察队来到庄园脚下一条小河之中 小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正值秋收季节 在高高的山顶上 金黄色的骨子一片连着一片 十分壮观 我们明镜的骨子因为是种植类类似有酒 生产成的骨子它是四次金黄 营养丰富 然而山顶已是复杂 取水不变 真的适合发展农业吗 我们这的土壤熟悉它是一种就是黄棉土 山顶黄土松软 土质相对肥沃 因此自古一来当地人就把骨子等耐旱作物种植在山顶上 当年江氏家族正是在这些坡耕地上积累起了财富 就是下雨以后所有的水要往这里本身比较改汗 那么水是比较贵准的 所以水全部都流在节节地头 不让它校外流出去 同时水平梯田改变了地面坡度 减缓了水流速度 具有很强的水土保持作用 经过人们无懈的努力 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 航拍飞机的尽头下 成片的梯田盘旋在一座座山间 让今天的黄土高原 焕发出勃勃升级 一百多年前江氏家族在降雨稀少的黄土高原上 通过土地积攒起大量的财富 修建起恢弘移居的城堡状元 今天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陕北人民 通过修建梯田 种植果树 浸木还林 最终把荒原变成了封产的农田 宜居的家园 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享受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福祉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见 再见